好痛失爱妻的王先生意外当天呢 刚好去台北来喝喜酒 就在高速公路的游览车上头接获了二号 好王先生紧急下了交流道 打110希望警车能够接他到医院 见妻子呢最后一面 不过警车毕竟呢不是计程车 加上呢还有很多紧急的勤务正在执行当中 没有办法来搭载 而来不及见爱妻最后一面 王先生只能懊悔自己没赶快赶到医院 声泪俱下失去爱妻的痛 回头看看两人甜蜜的婚纱照 王先生眼泪再也忍不住 来不及看妻子最后一面 当时王先生站在了交流道口 打电话给了110希望警车能够载他一程 只是警车毕竟不是计程车 加上还有其他的紧急勤务要处理 没有办法载王先生到医院去 让他很无奈 当时打个警方警方说他们正在处理交通事故 没办法 还原当时的电话报案记录 王先生打了110希望警察能够帮他 但远警回答 警力正在处理交通事故当中 就算王先生很无助 但是警力有限 加上还有其他紧急的救护正在执行 才会拒绝王先生的请求 从事怪手修理工作的王先生 和妻子结婚超过了20年 老婆由于身体不好必须洗剩 丈夫的工作辛苦收入也不算多 但是一家人平常休假 人喜欢到处出游 生爱子女的太太 最疼爱的就是小儿子 脸书上头 全都是记录儿子成长的点点滴滴 现在妻子突然走了 丈夫不满原警的处理态度 到处申诉 但警车毕竟无法充当计人车 王先生遗憾自己 没法快点赶到医院 见妻子最后一面 记得陈孟辉张话报道